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努力的提倡和研究 并且创造许多新的健身方法 所以他现在已经53岁了 还具有壮年的体货 现在楚博士表演一段极简单的太极拳 我们要知道 太极拳的动作是要慢慢的 柔软的 均匀的 继续不断的 一动满就全身都动 而动臂走环形 使呼吸于洗墨 能同天空的行云 和江河的流水 一样的自然流畅 练习的时候 要凉腿 稀微弯曲 好像骑马的姿势 以便于做腹呼吸 使重心下沉 身体稳定 不像普通的运动 专练力 也不像静静的磨坐 专练气 这的确是一种使身体强健的最好的运动 也不像是一个派对的 对的 在这边 有一个派对的 他最后一路的 是有一个派对的 更多的 是一个派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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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是一个派对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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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费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创造两样科学化的器杰来替代 这两样器杰就是一根棍和一个球 诸位看 为什么这根棍在楚博士的身上 能够这样自动的滚来滚去 因为这根自转的棍 是用八根可以自由伸缩的橡皮袋系住的 所以能够随人力的方向而转移 不要你虚为用力从上下左右前后发生种种动作 这根棍都能随你的意思运转自如 看对人练习的时候是一样的 现在楚博士来表演这个太极球了 这是一个二十五棒重重球 是拿一根橡皮袋挂着的 练习的人站在球的前面或是后面 做种种太极拳的知识 于是这个铜球 也可以就跟这个太极棍一样 随着人力的方向 上下左右前后 做环形的转动 有点阳一点 看起来 根本就要打成阁 这个铜球 柳子 是 我 你 這三座模型,兩座是表明人山脊骨的鬆骨, 不運動的人幾乎是緊硬的,常常鍛煉身體的人幾乎是鬆動的。 踢墊子在中國是一種最普遍的健身運動,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練習。 踢墊子的時候,兩腿兩腳的動作雖然比較多一點,但是因為腰和頸的旋轉,也可以使兩隻手隨著而舞動。 尤其是人的眼睛,隨著這個墊子上下左右而活動,藉此也可以練習眼力的正確。 我們看楚博士踢墊子的姿態就可以知道踢墊子的確也是一種極好的全身運動。 實踢在中國五代是人必修的技能,因為它能夠活動筋骨,強健肌肉,又能夠鍛煉精神,還養德性。 不過要常常練習它,才容易失重。 除非看楚博士在十米特之外,失到第七之劍,才失到正宗的古地。 Além的簡單來說,是 GR! 這是主力的! 我們有 vorstellen,有瓶的想法都會有瓶性, 對方才是有在騎士的社區, 走骨,尖叫艦,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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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東西很 Aphra ...